跨年夜高雄的天空出現了 150架的無人機群 進行了7分鐘的表演 不僅拼出了 Love英文字樣 還有高雄的高字 跟可愛的藍金噴水 最後是有Happy New Year 2020的字樣 讓現場的民眾驚呼連連 其實這是由南台科技大學 教授李志欽 領軍的無人機團隊 這也是全台灣第一次 台灣團隊設計城市 打造出來的 到底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我們帶您一塊解謎 2020年的跨年夜 高雄越夜越美麗 我們這150架的無人機 即將編隊飛行 在空中展現各種圖騰 請注意看它的變化 請注意看它的 呈現的是 L.O.V.E. 接著又組合成一個高雄的高字 還有可愛的Open醬跟選靈兔 民眾看了驚呼聲連連 藍巾 藍巾 藍巾館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新年快樂 都開心 還可以變顏色 時下最夯的無人機群飛表演 150架點亮高雄的夜空 不說你不敢相信 從機體組裝 軟體 到圖形編排設計 背後的團隊全部MIT 靠年是這個 你看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組裝 然後這個是3D列印的 他是南台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李志欽 也是本土無人機團隊 台灣撞100的創辦人 從小就有飛行夢 我最想當的其實是機師 就是希望能夠開民航機 但是因為家裡反對 總覺得飛機很危險 但是我們自己讀航探 你就知道 飛機是最安全的消耗工具 但是你很難去說服給人 從此他走進了校園 研究航太領域 那時候無人機不是多旋翼 是以固定翼的為止 就是像一般的飛機的形狀 那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台 大概一盞 就是機翼的長度 是3米6的飛機 那可以載40公斤 無人機還曾被應用來 協助環保局抓出 偷排廢水的不肖業者 成為抓屋戰架 李志欽和團隊設計出一套 雲端無人機飛行安全監控平台 我們有一次試飛 然後無人機就失控 就一直飛走 飛走的第一件事情 大家騎摩車到處找 找不到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在構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 要加一些安全機制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出了 這個Sky Sentry這一套系統 就每一台飛機上面 有一張SIM卡 讓飛機可以隨時連在網路上 萬一我的遙控器失控 就是被干擾了 飛機飛遠的時候 我還可以透過這個通訊 對飛機下指令到它的關卡 在這個領域八年後 一場絢麗的表演吸引它的目光 2015年的年尾 Intel在德國做了一場 所謂的Jone 100的表演 Intel Jone 100 從那個表演之後 因為我一直都在 做無人機的相關研究 所以我就注意到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的Sky Sentry 就是透過行動通訊 去操控無人機 其實原理是類似的 2019年台灣燈會 Intel團隊還出動了 300架無人機 在夜空中排出了 黑鮪魚和屏東字樣 看著國外的無人機表演 佔露頭角 李志青早已越越欲試 但光打造一架無人機 要價就要新台幣5萬元 其中最貴的配件 就屬上頭這一塊RTK GPS裝置 這一顆要1萬塊 租來的90坪大空間 是他們逐夢的工作站 這間辦公室就是我們 主要做軟體開發 還有做一些行政 還有美工設計 平面圖通常是德龍負責設計 因為他是產品設計 其實畢業的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一個很好的飛手 從大二升大三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喜歡玩無人飛機 遙控直升機 然後剛好在操場上遇到老師 對 然後就加入這個團隊 它就是一場環保的無人機表演秀 相較於煙火秀 劉德榮一畢業 就被納入李志青老師揮下 其他的技術團隊成員 大多來自南台科大 實踐 長榮以及高院的師生 這邊就是我們的飛機工廠 有點很熱鬧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有整理我們自己的飛機 之前有損傷的 然後還有公園院有一台 就是我們幫他組裝的大飛機 摔壞了也回來整修 2018年3月重軍 從最開始的5台 慢慢增加到20台 硬體 圖樣轉換和飛行路線 也是一手規劃 從LOV變成高就是這樣設計 然後燈的顏色也是在這裡面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本土無人機團隊 原本預計2018年跨年夜 在安平開啟第一場群飛演出 但在表演前出現了一些問題 試飛的時候 起飛一下子就掉下來 起飛一下子就掉下來 不管飛幾台就掉下來 後來摔了大概幾台就怕了 沒有找到問題之前 沒辦法表演 緊急暫停演出 並花了一個月找摔機的原因 飛台 然後下面兩個人 拿一塊布這樣準備接飛機 後來大概花了一個月 終於有一天飛機掉下來 大家是歡欣鼓舞 它是那個飛控系統的一個BUT 找到問題立刻解決 但也過了原定表演時間 李老師不捨團隊努力的辛苦白費了 我在過年時間 我的Facebook一直被洗板 因為一堆人來台南 那個什麼大雨的祝福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景點 來拍照 那我們就想說 欸 那我們就選這個 我們就選這個 20架無人機飛越大雨的祝福 在空中擺尾 它可以幻化成台灣 也幻化成一顆彩色的愛心 就順利的成功 那就是我們的第一場表演中 五個月後 2019年 WBSC世界少棒景標賽在台南登場 李志欣帶著團隊和100台無人機 在場中表演 擺出棒球和動態的揮棒 之後更在故宮南越夜空 擺出了一顆翠玉白菜 其實我們這樣 從去年2月到現在 應該有大概15場左右 每個環節都得顧到 飛行範圍也得設定清楚 否則就會像這樣無人機 群體脫逃的景象 因為它超出我們的範圍 就是超出電子圍籬 電子圍籬射錯了 對 它超出電子圍籬 就被系統叫它降落 你看所有的右半邊 你看都在右半邊都不見了 因為它降落了 對 就少了一些點 Y1AR就不完全了 這個什麼時候還是OK的 最後那個聲音就是 代表它開機的動作完成 黑漆漆的空地上 只見機物員們微弱的光線 一一摸黑檢測 你看我這邊斷電重開喔 這可關西轉飛行安全 通常布點的話 通常都是一架 然後去 我們是抓整個表演起飛的 那個矩陣的 四個角落的那一架的位置 而主控站這一頭 也一刻不得閒 搜尋電腦同步監測 因為它的速度亂跳 所以這邊就會警告 然後訊息就會告訴你 現在是哪一台飛機有問題 然後趕快處理一下 接鎖 設置第一點 移動 反覆確認沒有問題 才能放上演出舞台 藉著光影變幻 無人機一下排成方形 一會兒又變成英文字母I字 再幻化純菱形 成了這片夜空中最驚豔的風景 從去年開始我們就開始跟文化界 跟科技藝術家做一些合作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無人機表演 它不會是追求量的一個變化 就是說一定要衝到多大的量 反而是精緻的表演 就是說我搭配也許搭配的一色 也許搭配不同的煙火 或是什麼搭配其他的燈光效果 來去設計表演的內容 一點一點亮晶晶 在夜空裡排成美麗的圖樣 台灣的無人機群飛技術 由他們領軍從南台灣出發 在國際間展露鋒芒 就好看